欢迎收看台式新闻全球现场 我是张宁 许干啥要带您关心到 不当使用邮剧导致了小男童的脚被夹伤 一名家长带着10岁的儿子到云林的金瓜鼠乐园丸 被邮剧给夹断了左脚禁骨 家长质疑公所没有设置警告看板 对此公所表示在现场是有设置告示的 表示说不可以做出危险动作 而且调尾的监视器发现 是小朋友不断剧烈摇晃才会受伤 男童躺在病床 左脚包着厚厚绷带 因为他在公园玩这个踏街装置邮剧 脚不小心掉进去中间的洞 导致颈骨被夹断 颈骨整个骨折 医生说需要打骨钉下去 因为脚不回来 弄好可能要两个多月吧 他那时候不是这样走 四个人这样剧烈的摇晃 但是现场没有家长来指导他说 这样是不做的 事发在这个月2号晚上8点多 云林的金瓜鼠乐园 有四名小朋友站在四个角落 类似以海盗船的方式 左右剧烈摇晃踏板 其中10岁的男童没站稳 结果跌倒脚被夹断 家长认为这个邮剧 具有潜在危险性 那个邮剧并没有任何的告示 很疑惑他到底说 我们想不想是危险动作 现场都设有告示牌 不是今天才设 原本就设置在那里了 而且我们公所的 这些儿童游戏区跟公园 都已经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 而且还在投保期间 告示牌上清楚写下 正确使用邮剧 踏稳步伐后 在行走小朋友确实也有受伤 而公所也表示愿意负责 只不过小朋友年纪小 可能不懂怎么使用邮剧 为了避免意外风险 最好还是要有家长 在一旁陪同 这有郭君益原理报道